马里乌波尔的最后堡垒 亚素钢铁城里的老弱妇孺 现在终于全部撤出 只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 场区内还有几十位男性平民等待撤离 而且他再度炮轰 怒骂俄罗斯总统普京违背停火协议 一天到晚都在说谎 我们发生了几十位积极军 然后我们准备了第二步 到俄罗斯总统和医疗 当然如果所有人都发生了准备 当然如果没有 就要离开亚素钢铁城的乌克兰 平民回想在钢铁城的日子 就像在一个可怜的电影 平常人的东西 我们需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 他感谢勇猛的乌克兰首军 好这位 宝宝开心蹭笑 他是亚素钢铁厂内 错过年纪最小的六个月大婴儿 妈妈说一度以为活不下来 乐军封锁的钢铁厂 两个月来完全断粮 担心宝宝营养不良而死 他将奶水加糖 尽管平民撤出 但钢铁厂内还留有大量伤兵 这名亚素银士兵躺在担架上 他的双手双脚 缠满被血染红的绷带 目前还不清楚 长区内有多少守军 但是俄军仍然持续轰炸 外界担心双方接下来 很可能摊牌血腥对决 TVBN新闻 正好报道 船上冒出爆炸火花 接着被农烟迅速吞没 乌克兰在周六释出这段空拍影像 他们身冲摧毁 俄军部署在黑海蛇岛的登陆舰 除了登陆舰 俄军在蛇岛上设置的飞弹仓库 现在也被炸毁 乌军这些战果 都是来自土耳其TV2无人机的功劳 不过乌克兰军队的反攻 可不只在黑海沿岸而已 韩正任国际媒体近距离拍摄榴弹炮射击 这是乌克兰在哈尔科夫附近的部队 攻击俄军阵地的最新影像 可以看到俄军阵地被迫击炮炸出大量浓烟 乌克兰国防部说他们是要回敬俄军炸桥 原本被俄军占据的哈尔科夫和一九母 现在一步步被乌克兰修复 当地人则是难掩激动 只是恐怕无力收拾残局 悠尔平这名七十二岁的老妇 战争发生后就睡在车里 俄军走后家也没了 这个冬天恐怕很难熬 TVBN新闻最后报道 超过一万一千名俄罗斯军人会是莫斯科的红场前 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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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俄罗斯文有着万岁的意思 这是胜利纪念日阅兵前的最后大预演 俄罗斯国防部甚至请出了二战时的主力战车T34 加入了这场阅兵彩排 只是在壮多武器当中 最受注目的恐怕还是这一款 由16轮飞弹发射车载运进场的 亚尔斯洲际飞弹 亚尔斯洲际飞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一万一千公里 可以从莫斯科直接攻击夏威夷 俄罗斯在2015年对外展示 外界推估他们现在至少拥有150枚这样的飞弹 亚尔斯洲际飞弹之所以让西方国家担心 是因为它拥有分导弹多弹头技术 也增加了敌军拦截打击的困难度 除此之外 亚尔斯飞弹的弹头 还有能吸收辐射的逆装技术 加上弹头尺寸小 侦测跟跟踪都有困难 也让亚尔斯洲际飞弹成了西方世界的心腹大患 听众新闻做活动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